這次我們也會致賞上次長春的長春的肯栽給我們的忠實讀者 期待我們的雜誌還有書籍的品質都能夠維持一流 那今天有一位代表人陳宏偉先生要來代表讀者來接受老師的感謝贈禮 我們請陳先生上台 請來老师到我們上台 長春藤象徵長春是我們一直以來努力的目標 非常有意義的一份禮物,謝謝 好,首先的話,當然我就非常感謝賴老師 還有長春藤的集團能夠給我這個機會 讓我來代表讀者講一些話 那這句話如果翻成英文的話就是 I'm privileged to have this opportunity to be here to share the thoughts with you on behalf of all the leaders 好,那在以前事實上我的英文是非常差的 甚至連初中或者是國小都還不如,這我不得不說 後來在因為工作的途中需要用到英文,那我認為非常的重要 後來剛好一次是很巧合的機會 It was just a coincidence 真的是非常巧合 我就先上網搜尋如何學好英文這件事情 然後後來剛好看到賴老師在演講上 就是中演員的一個演講 然後提到說如何學好英文 那一天就是從兩個音標開始 那我當時的發音是 Hello everybody! Today I'm happy to be here! My name is Jeffrey! 那當時的發音是這樣齁 那一直以為這輩子改善不了 然後後來就是聽賴老師的演講 我當時是28歲 29歲才第一次學賴老師修正口音 每天就有兩個音標 然後每天就是 B.A. 所以後來就是 因為她是女生 然後後來就開始把發音做修正 後來全本是 Hello everybody! 然後就變 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Jeffrey! And today I'm glad I'm very happy to be here! And also see Mr. Pillai again! 然後後來就在發音上做了一些矯正 跟所謂的進步齁 那後來以前不知道如何修正發音 然後賴老師後來又在演講中提到 可以聽所謂的 ICRT 的部分 所以以前不知道怎麼唸 那廣播是唸 RICRT 然後我就跟著一起唸 可是我當時是唸 We are ICRT 然後完全不知道怎麼修正 後來就是天然老師在 所以我推薦一套書齁 就是英文從頭學 整個就是從發音部分開始學 然後後來廣播電台說 We are ICRT FM100 然後開始我也就跟著他唸 We are ICRT FM100 It's 7 o'clock Good evening everyone It's Taiwan Taiwan news It's 28 in Taipei It's Taiwan weather And 31 in Taichung And 35 in Kaohsiung 後來就不得了 然後後來廣播電台說 我28歲、29歲才開始修正英文的這部分 完全就是趙老師一步一步 一個音一個音的修 以為以前做不到 後來就做得到 然後後來賴老師在演講當中提到說 學完美式發音之後 你就一定要學音式發音 開始我就跟著賴老師就學 It's Claire It's Claire Might have a chance to talk to you It's Claire Might have a chance to talk to you 然後就是照著她學 後來賴老師又說 學印度發音 也很重要 然後又開始跟著賴老師 開始學印度發音 I don't want to go back to ED I don't speak very very good English And I have to go back to India People in my country are very friendly 後來就開始學她 那我就不翻譯了 因為時間有限 剛剛副總特地跟我強調 三分鐘要講完 三分鐘要講完 所以我要趕快講 免了以後有這樣的機會 他就不找我了 然後後來學著賴老師 如何去模仿印度槍 並且聽懂印度槍之後 後來在公司也都可以接待印度客戶 後來主管都直接指定我 接待印度客戶還有音式的客戶 他就很像 It always my pleasure to have this opportunity to talk to speak to you 那這個話翻成英文就 It is my pleasure to have this opportunity to speak to you 後來就是經過賴老師的演講書集 不斷地去練習之後 每一種腔調都聽得懂 而且事實上也可以念得跟他很接近 當時我是28歲、29歲 所以我後來就發現說 因為看到賴老師18歲去修正口音都可以做到這樣子 所以我就覺得我28歲經過努力也可以 那當時他是一天上百遍 那因為我白天要工作 所以事實上沒有辦法 我就是一天三十遍 但是我認為他一天上百遍 我三天也可以做到上百遍 我就是他花一天我花三天 他花一年我花三年 然後下去不斷努力做練習 然後到後來 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謝賴老師跟常春騰 就是因為我從不會英文到會英文 到現在後來把白天工作辭掉 開始出來兼職教英文 然後後來講 真的都是因為賴老師 那因為時間有限 最後我就是勉勵各位讀者 在座讀者 那就是利用賴老師的那三個重點 那三個重點 我原本要翻成英文 也翻不出來 後來也是不斷的看老師的演講 重點是要英文怎麼講 第一個就是善用離睡時間 兩種講法 然後第二個少就是多 慢就是快 這兩個都可以 那最後一個就是持之隱恆 努力不懈 再繼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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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賴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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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真的是 這真的是常春騰的 非常的見證人 我相信你今天這一番話 再上到Youtube 應該粉絲可以增加一百萬人 記得把你的粉絲團開好 記得把粉絲團開起來 記得把粉絲團開起來